执行的话一定是 游标放在其中一个Sub的中间 按上面的执行 它就清掉了 因为意思是把这个 东西放到这个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OK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储存 所以游标再放在这边按执行 那未来 它意思是把这一串东西 然后帮我怎么样 把它丢到 这一个 储存格里面 因为你丢一个公式 那它会侦测到这里面是一个公式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把这些执行变成这样子 也就是以后VBA VBA你其实要完成的话 其实还有蛮多方法 也可以结合Excel里面的公式 帮你完成一些事情 那当然再好处说 如果 那件事情太复杂 你VBA不会写 那没关系 如果会写Excel的公式 你就把公式丢进去 然后让它去run 也一样可以 所以这里面VBA的写法 有很多种的变化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把Excel 以前你会写的 那个什么公式 结合VBA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你就有现成的了 也就是你要学的VBA 不用太多 你至少要学什么 如何建Sub 然后跟它讲说 我要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放什么公式 这样大概至少就可以run的出来 那这种写法是比较简单 单纯一点点 OK 那可是问题 我们现在完成它 只有完成一个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 完成下一个 怎么办 再完成底下 一直到 总共第2列 到101 101 可是你要怎么完成 OK底下的东西 当然 你直觉想到的 可能就是 如果我要做下一个出现的话 当然如果你完全不会写回圈的人 你可能就想 我第2个就是 这一行 怎么样 复制一下 然后 贴到这底下来 做什么呢 把这边改成什么 下一个 改成3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你如果现在执行的话 两个都会一样 可是不对啊 那这个怎么办 公司应该 F2 G2 H2 要改成什么 这要把它改成3 所以一个 两个 三个 OK 这样执行 第2个出来 那你想说第3个 再复制 再贴 再改 复制贴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用写 不用写程式了嘛 你就 图法链钢就好了嘛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 你 之所以会写程式 就是因为里面有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回圈 回圈的话 它会重复帮你 所以刚刚有几个地方会改变 这个 跟这三个 对不对 那其实如果你要写一个回圈 特别说这个很关键 但难度也比较高 它基本上呢 是你最不喜欢做的事情 重复做 但是却是电脑最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你怎么样 你可以把重复做的事情丢给电脑做就好了 可是问题你要学习 怎么告诉他 让他帮你重复做 你要懂得 他看得懂的语言 这样他就帮你做了 如果你写不出那语言 那你就只能自己做了 OK 变成你就是电脑 有的人就 自己一直重复做 然后事情就很多 永远做不完 所以接下来的话特别重要 如何写一个 重复的 这个回圈 请你在上面这一行 因为你多空几个空白都没关系 然后撰写的方法 第1个 他的叙述 开头一定叫for for的话意思说 我会有一个回圈 叫for回圈 for后面的话 通常会接一个变数 for i i是一个变数 自己取的名称 当然你不叫i 你叫a 叫b 叫c 都可以啦 只是说习惯用i 等于 这个i里面的值 等于 从第2列 到空一格 到 101 你会发现 这叙述有点有趣的 就是说 这个i的值 请你帮我从2到101 里面 循序的帮我去跳 也就是第1次是2 第2次就3 一直跳到 101 OK 记得在这个后面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那NAS是什么意思呢 NAS意思说下一个 也就是你现在 第1个i 是跳2 它会执行 跳到这里之后 NAS NAS意思说 就是2 再帮你加 一变3 再NAS 就是下一个的意思 2 就有点像 所以你在路边 只要看到很多人排队 你就知道那边是药区 为什么 因为现在 只要是 买口罩大家排队 OK 所以排队 1号 2号 3号 4号 这个NAS的意思说 下一号 下一号的意思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可是我要怎么样把 刚刚这一串东西 所以这个不要 把它delese 刚刚写这一串东西 怎么样把它变成下一个 所以第1个 请你把刚刚写这一段 我习惯是按拖拉 或者你把它剪下贴上也可以 放到这个里面来 再来的话 我是建议 因为 4跟NAS 它是一个阶段 然后呢 执行的话又是另外一阶 所以呢 建议是在这边按一个TAB 它是在里面被执行 所以通常是按一个TAB TAB键 然后呢 要怎么执行 这底下的话 我习惯是 不要这么多空白 看起来 有点碍眼 OK 好吧 接在 也就是说 For I 等于第2到101 对不对 做什么呢 帮我输出 输出的话 首先 先思考前面 前面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现在是2的话 它永远就是2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改一个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第一次就输出到12 NAS 13 NAS 14 NAS 15 这样不就是我们要的吗 对所以特别重要 接下来执行一下 但我只有改前面 OK把2改成I 执行 可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不对啊 虽然全部有跑完了 Ctrl向下看一下 全部跑 但是问题 它这里面的公式全部都是F2 G2 H2 有没有 这个一样 所以下一阶段是什么呢 你必须怎么样 把 这个2 跟这个2 跟这个2 改成I就好 OK 但是呢 请特别注意 这个又是数字跟文字 的不同 这边呢 可以放一个数字 没问题 它就是一个数字 2到100 可是问题 这个双引号到双引号 它是一个文字 也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把I放进 到直接把这个改成 I的话 有没有 你不能直接 改成什么呢 把这边改成 FI 它 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 里面是一个完整的文字 你放了一个文字 它输出就变什么 它就变成 执行给各位看 它变成找不到 他看不懂 为什么你输出之后 他这边也一样帮你输出FI FI怎么 他不懂 所以特别注意 最关键这个地方最难的地方 来了 如果你这个地方 这个最难的地方你可以跳过的话 那 基本上 后面应该就没什么困难 也就是你必须 把 这个文字先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在中间 放个I 那这件事情就完成了 可是要怎么把它切开来 切开很简单 就是 在F2的2 先加两个算号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呢 这个前面是一个 字串 后面又是另外一个字串 我把已经把它切开 蛋糕切开来 然后把I放进来 怎么放进来呢 在VBA有个规则 请你在中间加ANDAND 这个跟那个什么 跟Excel有点像 AND 串接 那就把I放到这中间来就可以了 那 不过呢 跟Excel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AND 这个符号 VBA里面 要空白 就是AND的前面 跟AND的后面 必须 加一个空白 这样就OK了 那再来的话你就把什么 把这边一样做同样的事情 介绍双 不过如果你暂时 因为我发现之前的同学 常常会卡住 老师你讲得太深了 我 听不太 现在还听不懂 没关系 你先背口诀好吧 因为以后 都是一样的方法 什么口诀 先找到那个要变的数字 然后选取它之后 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的两个 移到中间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 AND的符号怎么样 空白 分开来 这样就OK了 我再做一次 反正你暂时不知道没关系 你先至少口诀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AND的两个 移到中间加一个I 然后把AND隔开来 前后加 空白 这样子的话基本要大功告成 也就是我们把那个I放到那个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你给我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OK的 把它执行 大功告成 其实当然做出来的结果 我会跟录制聚集一模一样 可是差别在哪里 这是自己写的 录制聚集是他帮你写的 所以 当然这个难度一定是比上个礼拜那个还难的高 那你说实用度 这个也比较有弹性 因为你以后可以自己调配 清除的话怎么清除 其实道理一样 就怎么样 都比较简单 甚至你可以 把这个 重复 先放在这里 For I 复制过来 然后Enter两下打一个NAS 然后 再来把这一段去数 放在这中间 然后 一样把这个 按TAP键 再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里 改一个 I 有没有 那因为后面不用改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不见了有没有 所以底下的东西呢 他就 For I 等于 2到101 全部清空了 OK 那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好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把那个重点再回顾一下 1 就是记得 For I 等于 哪一个范围给他 2的话呢就是把那个 这个地方改成I 然后里面的关键地方就是 本来是2 你就放个I进来 那如果暂时你不懂没关系 切开 串在中间 那你背口诀 算号两个 And 两个 都移到中间 放个I And 隔开 就好了 如果你暂时 头很痛 先不要 不要理解他 不是不要理解他 因为我发现有些东西真的是 你大概做了几次之后 你慢慢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一直不能理解 然后就是你背口诀 等到他 做 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问题 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 OK 这很奇妙 陈世元有时候 你在瞬间不一定要真的马上了解 但是有时候你多做几遍之后 原来你就知道为什么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我一直强调 就是说 为什么要从做当中去学习 因为你做出来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理解 当你都还没做出来 你怎么会理解 OK 所以有些变数 说现在这东西 即便我再反复讲 再多次 倒不如你多做几次之后 你就 原来 老师的意思是这样 那什么时候为什么理解 因为你做过之后 你就能够体会 这个是在我什么时候会特别有心得 就是说我常常阅读一些人家旅游的书籍 我一直看旅游 倒不如说真的 你自己去 走一遍之后 你到那个国家之后 你去走一遍之后 你发现 旅游书籍好像都不用买了 因为上面 好像 讲的跟我实际上到了 心得感受又完全不同 OK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 这是百文不如一件 所以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 这有时候也是这样 那行万里路不是说 真的要行万里路 而是说你要去实践的意思 你要去做 做了就会了 OK 不是说你 一直不断去买书回来看 买再多本 像我发现 之前有同学说 他已经买了超过10本的VBA 可是他最后都把他供在那边 为什么 因为他看不懂 后来他发现 他来上播说 原来老师你讲的就是这一事 OK 所以 请各位多多练习几遍 那当然一定有他的困难点 绝对的 OK 如果太简单的话就比较专业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 把 很困难的东西变简单 那就是你厉害的地方 OK 所以请 请